最近雙北已經沒有疫苗了 那其他四都最多也只能撐到17號 那想問說因為距離第六輪開打 還有幾天 有議員質疑說 是不是說在護航高端搞飢餓行銷 想問說指揮中心對此有沒有回應 謝謝 然後當然沒有所謂的護航誰 就是有這麼多人的登記 就預約了 我們就這麼多的量 然後就到著這樣打 那下一波就有預約的 那就有多少量 那就去打 大家也不用這樣子去想這個事情 我們就是有多少量提供出來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更多的能夠達到疫苗 這是我們的政策的目標 最近有消息指出 BNT疫苗會提早到9月中到貨 第一批是180萬劑 想問說這個是否屬實 其實在很 就是說基本上在疫苗的 第一個到貨這個時程裡面 還是跟大家報告 真的有一些保密的協定在 那基本上大概有只能跟大家講 這段時間會來 會來